而光复乡太巴朗部落一历幸 第一天的敬老尊贤艳客仪式 因为今年夏季特别高温炎热难耐 因此今年首度从原本的中午改成了晚上 不仅来自全台各地的长官贵宾都出席了 现场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更有部落租人返乡参加部落祭典 现场涌入了近千人 展现年龄阶层和大部落团结一心的精神 以往都是中午 今年必开正午高温酷热 首度改道晚上举行 以离姓敬老尊贤艳客仪式 部落族人男女老少 踊跃参加自己的部落年纪场面盛大 部落传统的敬老尊贤艳客仪式 不仅是部落族人 来自全台各地的长官贵宾 也都全出席现场灌溉云集 年年都不缺席的县长许贞卫 也对太巴朗部落族人强大的向心力 与团结精神感到敬佩 每一年回到我们的太巴朗 每一次来到部落 看到我们的姨姨妈妈 我们的妈妈 都守住在部落 希望会文化传承来鼓励 每一年的一日清风年纪 看到我们的姨姨妈妈都回到部落 参加我们自己的过年 我想这是部落的了 部落的我们所有的祈祷 最期待也是最开心的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一例信守日 部落祭司头目与勇士 遵循传统 清晨时在发祥地祭祖迎领 白天就是各个年龄阶层的活动 到了晚间则是敬老尊贤艳客 部落是部落妇女团 青年美少女娃娃 展现部落歌舞文化 尤其部落男性年龄阶层 也团结一心 传承部落传统的文化精神 我想今年109年的台湾的一例信 之所以人这么多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是因为祖先的召唤 对于部落的文化的一种传承 所以我定义为身体传承 是很重要的意义 也只有回到自己的故乡 然后用身体去力寻 祖先所有的智慧 疫情趋缓 部落一年一度的一例信 不少旅外的部落子弟青年 排除万难返乡参加 加入部落年龄阶层 接受部落文化教育 在祖林的看顾下 学习也让泰巴朗部落传统的 技艺文化核心传承下去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家对我来介绍 订阅 云 坊 我来介绍 谢谢观看